轎车90度智状山壁 不只车头全毁 车门也严重凹陷 警方赶紧叫来救护车 将车内两人送医 远景针对车祸现场踩阵 却越看越可疑 赫然发现这辆车在几分钟前 才拒检逃逸 从事故地点扩大搜索 果然一旁树林中 真被远景搜出两把改造手枪 还有31发子弹 原来早在缺货后 就被驾驶先一步丢弃 车内情侣狼狈招待 但他们不只火力强大 远景甚至加码搜出大量毒品 从安非他命到海洛因 几乎各式毒品全都有 原来这对情侣 4号凌晨先是聚检逃逸 逃了500多公尺 最后在淡水山区撞车 起初还谎称是不熟路况 才会过弯打滑自撞 但下一秒就被搜出海量毒品 不排除有毒架可能 陈贤是否涉及毒架 据了解 陈姓男子有枪炮 杀人等重大前科 女友也是毒品管制人口 至於枪從哪來 他則推脫 是死去有人寄放 枪毒源頭是誰 警方還要追查 不過在情人節前夕遭逮 這對毒鴛鴦恐怕沒心情慶祝 3日新聞 何孟哲有桃 新聞報導 唯一